在火車站幫助家鄉同胞 翻譯英文的車票或電子郵件 逃離奧德薩的烏克蘭難民 托菲恰克說 忙碌的志工生活 讓他在羅馬尼亞 找到新的生命寄託 羅馬尼亞已接納約 77.5萬名烏克蘭難民 而得遠渡重洋的愛爾蘭 也有許多善心人士 願意協助難民渡過難關 為了盡早融入當地生活 語言課程是一切社交活動的根基 杜波林有學校特別開設英語課程 並在校門口和走廊上 都掛上烏克蘭國旗 希望難民在學習新語言時 也能夠有歸屬感 我也是在學習新語課 的名字叫在俄語言 也在學習新語課中 就能夠升級 我決定學習新語 因為我需要 社會和諸董 其實在學習新語課 我對我來說很愛說 我感到一種 不可以表達我的意義 甚至不可以說 謝謝 給我做的 有爱心民宿泡茶让学员度过休息时间 还有高饼店特别送来 以乌克兰国旗颜色上色的杯子蛋糕 这些暖心举动都安抚了16岁少年的心 爱尔兰政府预估4月底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将达到4万人 由于其中不到半数能说流利的英语 政府已经紧急调度国内现有的乌克兰教师 并依课程难易度分为四级 成立超过100间的难民音语中心 同时也提供托儿等配套服务 好让母亲能安心上课 在新闻武贵真编译